大家好呀,我是李酸奶 我在老家已经待了快一个月了 已经很久没吃到过各种厌食了 所以我想自己做一点 正好爷爷奶奶从地里摘了几个大南瓜 那就做点南瓜馒头吃吧 还好爷爷奶奶在后院种了这么多菜 不然最近可能要闹饥荒了 哎,等一下,怎么还真有鸡进去了 爷爷,有鸡在头菜吃啊 我让爷爷帮我把南瓜切片了 因为我的刀工实在是不提也罢 压嫩,等它凉一点 就把面粉浇浓了 就放点糖,放点糖 因为老家没有秤 所以所有的材料我都是凭感觉放的 材料放多少要看缘分 能不能做好全凭运气 放点猪油和糖 蒸出来的馒头会更好吃 用筷子搅到基本没什么干粉的时候就要上手了 哎,揉面是躲不掉的 你就弄这么大了 嗯 你就弄一个了 我弄不动太大了 你还拿在我的天哪里踩着呢 在我的天哪里踩着呢 你就是被咬得多了 咬得多了 我弄 我躲得多发不齐了 你弄好了吗 没有 你弄好啊 哪有那么快啊 要弄好久 我都粘着了 不要把面粉浇浓 你喝不到 你喝不到,你没喝到 再加点 嗯 再加点 再加点 嗯 要不 如果你说要面粉浇浓就给你弄 不要你喝 哦 不要你喝 哼 还是粘手 再放点面粉 为什么这么粘 什么 为什么这么粘 因为 就是粘 难怪就是粘 胳膊都揉酸了 还是好粘啊 算了 不得不识说的杀手奖了 累死了 老妈你帮我弄下呗 好 老妈在这 还挺能够 其实我妈也是个不会揉面的南方人 她以搓衣服的方式帮我又揉了一会儿 前后揉了快一个小时了 但面团还是粘手 反正差不多就行了嘛 直接拿去发酵吧 就这样枯着 还好不会太粘 不是很粘了 其实还好 南方没暖气 所以就在锅里放点热水 然后盖上锅盖 放里面发酵 等你一上完几节网课 面团差不多就发好了 哎哎 你怎么回事 刚刚忘记在手上摘面粉了 咱们重来一次啊 看 戳了个洞之后 更像你的肚子了 连肚脐眼都一样呢 还是粘手 继续放面粉 嗯 这一步的标准教法应该是 枪面 揉面 加面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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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揉面 继数军已阵亡 活面一时爽 揉面活脏肠 面活得太稀了 我又加了很多粉 揉了快半个小时 还是就不回来 我仿佛记得之前还有人大言不惨地说过 太粘了 其实 咱们弄了 对 嗯 不粘了 嗯 你说了就不粘了 嗯 不 不粘了 是 为什么不粘了 因为你傻 哎 有位智者曾经说过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怕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放弃它 既然揉不好 那就死马当成活马衣 直接切开做馒头呗 但事实告诉我 困难总比办法多 就连切开的这一会功夫 它都能粘在桌子上 嗨 又得重新揉了 I'm fine thank you andrew 你做无法 百苏天理 把面团切好后就按照给面包整形的方法 先把面团揉一揉 揉成圆形 然后再握着面团在桌子上不停地滚动 它就会在你的手里逐渐地浑圆起来 按照这个方法把面团全部整形好 就可以放到蒸容里进行最后的发酵了 我偷一块钱四个 这里能卖几块钱呢 应该没人发现少了一个吧 锅呢 在那里 不是那个 在外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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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样放在外面 那它就干脆的大 没好嘛 我再大一点 然后果然就发骨头了 馒头全都粘在了纱布上 又一个个扣下来重新整形 问题不大 只不过馒头的颜值下降了 出锅了出锅了 这表面豆坑豆硬是有点多哈 不过没关系 咱也不是注重外表的人 有阳光 你好看 李酸奶做的食物 果然都像硬碧一样 闪闪发光了